各位朋友,有粉丝发来了爆料,说许家印在狱中招了,他把体育界一串人都给供出来了,说他行贿的体育界一共是2.64亿人民币,我一听许家印招了,那不就彻底的两万亿的窟窿,那许家印能活着出狱吗? 是吧,我说你这消息哪来的?他说那谁,那个推特上那高瑜,我就知道,这高瑜嘛,这是中国大陆一个著名的老公之,一个老姚婆子,都奔着八十去了,还是天天以造谣传谣为生,老姚婆子是这么说的,许家印招了,为了恒大足球,花了不到两亿七千万,就把体育总局和足协搞定了, 带一亿提三千万,许家印在银行带一个亿啊,许家印给三千万的回扣,被他搞定的银行高管们一批批进去了,当前最紧张的实际是被他搞定还没爆雷的各行各业的官员们,中共官员多,一个许家印不可能搞定所有的中共官员,但是大大小小的许家印夹哪一块呢? 这个老姚婆子高瑜啊,一看就他娘的没有任何的常识,他的智商也随着他的双腿流出去的青春远去了啊,银行的贷款贷一个亿能给回扣三千万的是什么买卖啊? 我就问许家印敢带吗?难道许家印拿去贩毒去了不成吗? 过于夸张啊,而且呢,根据他的这个所谓的爆料,说恒大足球许家印送体育总局的副局长杜兆才八千万, 足球协会原党委副书记主席陈旭元七千万,足协副主席于红尘三千万,中超联赛的董事长李玉毅三千万,足协联赛的副主任马成全一千万,作家足协纪委的主任王小平一千万,足协秘书长刘毅八百万,足协常务副秘书长国家队管理部的部长陈永亮八百万, 武汉理工大学的首席教授,足协竞赛部的部长黄松八百万,中国赛艇协会,中国皮华艇协会的主席刘爱杰五百万,中超公司的总经理董征三百万,国家队的教练李铁两百万,足协全部搞定, 可想而知,恒大集团在这么多的业务领域中有多少国家干部被搞定,足协那批人都是在今年三月份被抓, 换句话说,许家印早就插翅难逃,看来许多行贿的大老板们一个都不要想逃走了, 行贿,哪有这么容易被逃脱,好家伙,我一看这个老姚婆子给贴出来的这玩意儿,我就知道了, 这就是那个独轮运圈里边流传的那些谣言,你想想,这么详细的名单和数额,这么机密的东西, 再说了,许家印要是扛着不招,还有一条活路,如果是全招了, 他把这个都招了,行贿的招了,那许家印藏钱的地方招了没有啊, 他挪到海外的那几千亿招了没有啊,所以这个高瑜这个老姚婆子, 这肯定是谣言,许家印现在招没招咱不知道,反正这玩意儿是谣言,明白吗, 但是呢,不代表中国体育界不黑,中国体育界黑着呢, 前两天举办的那个大连国际马拉松,那个事儿上了中国的热搜了, 大家看到了吗,中国的选手临到冲刺的时候, 赛事委员会的车辆横着就拦着了他冲刺, 而且呢,这个开这个赛事车的这个司机还蒙的跟他讲抢银行一样, 也不知道是在防谁,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,各位, 这个中国选手尹顺金呢,在大连马拉松最后两分钟冲刺阶段, 遭遇赛事车辆阻挠,被迫绕行,让他的成绩名次受到影响, 最终获得第七名,只比第五名慢七秒, 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,尹顺金10月19号回应称, 当时他很惊讶,赛后呢,肯定也失落和遗憾, 他认为应该是主办方啊,这个调度失物了, 并非故意为之,他也不希望这是一个续谋的故意行为, 尹顺金表示他和大家一样,期待官方能够给一个调查和说明啊, 大连体育局据报道已经介入了调查,是吧, 这个10月19号啊, 传言大连体育局中国田径协会相继介入调查此事以后, 背后的涉事公司也被不少网友挖了出来, 该公司名为智媒体育,为上市公司, 而该公司相关那些丑闻也被再次公诸于众, 智媒体育啊,发文还威胁网友啊, 智媒体育发表了一份声明,声明中澄清了两件事, 第一,他们只为大连马拉松提供赛事的运营服务, 该项服务内容不包括竞赛职财和竞赛管理, 智媒体育还特别强调, 他们无权对车辆做出管理和使用, 第二,智媒体育愿意无条件的接受和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, 从这份声明来看呢, 他们似乎也是受害者,被网友们误会了, 那么到底谁才是背后的主谋呢? 大连马拉松这个事越来越有意思了, 压力已经来到了大连体育局和中国的田径协会, 如果不对这事做出完整的调查, 把结果公开透明的公之于众, 以后将会给中国体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, 尤其是马拉松赛事, 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? 智媒体育呢,还威胁这个网友, 说近期部分自媒体为了博取眼球,增加流量, 恶意带节奏, 捏造事实, 混淆视听, 对集团公司进行恶意诋毁, 对员工谩骂, 指责骚扰, 严重影响集团的正常运营, 并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声誉, 集团保留法律手段啊, 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要告网友是吧, 那网友一看啊, 那就更加的义愤填膺了啊, 说你装什么毒子呀, 你们的黑幕, 我们还不知道吗? 前有2018年苏州太湖马拉松志愿者硬塞国旗拦截中国选手, 后有2023年大连马拉松皮卡车掉头拦截中国选手,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 这两场比赛背后的承办方竟然是同一家公司制媒, 在沉浸了5年之后, 这家承办方反场就是一个王炸, 2018年苏州马拉松比赛, 中国选手何尹利在冲刺阶段两次被志愿者强塞国旗, 导致何尹利节奏被完全打乱, 被非洲选手反超痛失冠军, 赛后还因为冲刺阶段没拿住国旗而被网爆, 无独有偶, 2023年大连马拉松赛事, 中国选手尹顺金冲刺阶段, 一辆白色皮卡突然掉头横在尹顺金面前, 同样打乱了尹顺金冲刺节奏, 最终被黑人选手彻底甩开, 仅仅位列第七, 赛后, 大连马拉松组委会道歉, 当事人尹顺金的回应也十分有格局, 但是简单的道歉根本无法打消网友的质疑和愤怒, 因为这两件事的某些细节, 怎么看都不像无心之事, 苏州马拉松, 第一位给合影力赛国旗的志愿者没塞成功, 居然在后面追着合影力跑, 大连马拉松, 两辆引导摩托车边给皮卡打手势边靠近尹顺金, 皮卡司机更是全副武装没露脸, 这也难怪网友不接受道歉, 而且呼吁严查了, 其实说到中国马拉松,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产业链, 那就是黑人运动员和中国经纪人, 这些经纪人手里签约了大量的肯尼亚, 埃塞尔比亚二三流马拉松运动员, 每次国内有比赛, 经纪人就会根据成绩要求, 把这些黑人运动员输送到全国各地参赛, 争取冠军奖金, 也正是靠着这种模式, 经纪团队赚得盆满钵满, 然而他们不会考虑, 我们中国运动员为了这样一场马拉松比赛, 付出了多少心血, 中国运动员在马拉松比赛夺冠, 又是有多么艰难, 如今一句道歉了事, 又此能平息网友质疑,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介入调查, 还中国选手一个公平的竞赛环境, 还中国马拉松一个蓝天。 大伙儿看明白了吗, 怎么回事儿啊, 就是有这样一批前客公司, 专门到非洲找一些马拉松选手, 组织到中国各个城市巡回比赛, 巡回比赛呢, 那当然得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啊, 宣扬你这个城市的名片嘛, 对吧, 而且呢, 报名参加马拉松的者众多, 有的能够上几千人上万人, 每个人掏过一二百块钱的报名费, 这就几百万到手了, 加起来这个费用, 最后呢, 给这些这个非洲的夺冠的这些选手, 冠军, 发个七八万美金, 第二名发个三四万, 是吧, 然后到了这个一直到四五六名, 都发个一两万美金, 这加起来也是几十万美金出去了, 那这些被从非洲偏远地带, 牵过来这些选手呢, 他们只拿小头, 比如说他们只拿一万美金, 剩下的钱全都是后边的公司的, 每个城市举办下来, 一年下来, 轻轻松松几千万, 作为一个所谓的上市公司, 这几千万的黑钱, 也能支持一下股价了吧, 这个黑幕, 大不大呀各位, 希望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吧, 点个订阅, 咱们下期再聊,